这是一部无法复制把幻想拍成电影的作品 明星20多位都是一线大咖 当年看VCD的时候直接一个封面写不下这些人的名字 故事开始在未来 一开始就是王导写给新爷的情书 陶穴威龙第90部出品人自己主演新爷张音 所以按现在纸片人也算客串的话 这部影片新爷也演了 这个很多集陶穴威龙的梗 也是当时媒体说新爷江郎才尽了 老是重复自己 而现在我们看到了新爷只有一个 言为正传将军是这个时代的中犯 已经被抓马上就要判刑 将军的手下浩南哥 机器猫藤田刚李立和相扑三人抢劫的时间机器 准备回到1993年绑架当时上高中的法官于铁雄 给他洗脑判将军无罪 就在这个时候飞龙特警来了 阵容豪华除了黎明斯大天王都来了 颜值巅峰的阿诚 票选最受女性欢迎的长臂 搞笑与演技并重的歌神 帅气潇洒的华仔 当时看 哇好欢迎好棒 考古18以后我们玩游戏的时候 就在幻想哪个明星演这个角色 结果王导超出我们幻想的预期 这简直了 剧情走向 王导完全没有按照游戏故事背景来 为什么呢 一个是游戏没有啥好的漫画动画 背景故事不强 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爆款的动漫作品 绝对不是因为没有版权 经过一番打斗 后男的人回到了1993年 第二点 为什么这个故事好呢 在考古这代人心目中 妥妥的是游戏改编前三位 一个是选角牛 另一个是他排除了我们当时的幻想 如果这些游戏人物是我的同学 是我的伙伴 就在我日常的生活里 那该有多好 每个男生都幻想过 那么这样一个故事 首先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让观众共情 把观众引入到故事中 那么主人公一定要废物 倒霉 失败是个loser 本篇主角大雄 能称登上动漫节废物祖师爷的 除了爷比大雄还有谁 美丽的彩妮对大雄不离不弃 贤惠的像小静一样 欺负他的人直接名叫姬安 造型直接就是小夫 接着大雄挨欺负的套路 也都是王金作品里的 为什么王老作品的人挨整 你会笑呢 比如这个中招就是因为贪财 百变新军里的小虎也是因为贪财 吃了新爷的谢药钞票 当你听到有人贪小便宜吃大亏 你自己一个人私下的情感是啥样的 所以你不会觉得他可怜 反而觉得搞笑 而且都是漫画式的搞笑夸张 没有出现真实的疼痛感的画面 接着大雄和王导 杰格版的张无忌一样 吃了好色的亏 又没整 一模一样的套路 为啥王导能拍几百部作品 贪财好色永远被惩罚 框架一样稍微变下就行了 接着周执作出场之后 小赵就出现了 他是大雄的妹妹 还是整男朋友的梗 就在大雄人生低谷的时候 急急忙来了 三个飞龙特警来了 终结者一般的出现在大雄家阳台上 三人要去学校找学生时代的 鱼铁熊法官 需要大雄的帮忙 于是和大雄达成了交易 帮他摆平学校欺负自己的人 赢得惨尼的芳心 于是就和百变新军一样 新爷变身后整了回去 这部是王金花尽心思 要捧张卫健的 但是新人还是太年轻了 而且虽然重心捧月 但也导致了心心黯淡 张卫健这个时候还是太青涩了 出彩的戏也被分走很多 但是相同的套路 新爷的百变新军 就比这个厉害很多 所以新爷只有一个 言为正传 华仔和歌神也分别扮成 学生和老师混入学校 找法官 有谁不想和华仔当同学 歌神当音乐老师呢 而且还是那么皮的华仔 歌神这边则是和 纸若谈起了恋爱 一首歌真的是唱了 《三生三世世一桃花》 这首歌还真的是 歌神为了这部剧写的 那句张学又我爱你 不是浪得续名的 这里我们看到了 当年最火的几部爱情片 嘉辉出演的情人 虽然老毛子不喜欢 但是人气很高的 古今大战情有情 还有人鬼情为了等等 纸若真的是 连孩子们的名字都想好了 家里这边出了问题了 小赵知道了华仔的真实身份 为了保密 大熊让华仔泡他老妹 华仔和小赵去游乐场约会 他们用高科技设备 玩了场AYR 吃蘑菇能变大 采王吧什么的 用的都是很内涵的笑话 这一层华仔的口中 也说出了科幻小说 常担心未来的问题 在我们那个时代 是没有人泡妞的了 歌幻作品是有对未来危机思考的 社会责任感的 虽然短短几句台词 但是王导抓住了核心 总之小赵和华仔有情人终成眷属 接着呢 就是开心鬼经典的运动会模式 采尼送了自己手工课 织的毛衣给大熊 这妹子戴萌属性也是没谁的 采尼运动装好美丽啊 接着鸣梗各种诞生 武装员苏琪儿的观众解说模式 鸣太密集了 去刷远片吧 大熊凭借着飞风特警的超能力 非常夸张的赢得了运动会 接着又一个鸣梗诞生了 铜锣湾一直只有一个浩南 这部电影是93年拍摄的 古惑仔是94年拍摄的 所以争议剑第一个大哥角色 是这部不是古惑仔 而且人物性格真的就是未来版的陈浩南 浩南他们也来到了学校 拉拢了基安 浩南假扮老师 趁华仔轻敌使出了自己独门暗器 烦恼还通真 华仔直接变回小孩之声 歌神得知以后 找浩南要解药 王导拍电影超胜预算 这个时期的打到 包括我们上一部介绍的 黄飞红铁骑斗武功 都是TVB级别的场面 依靠分镜看着很大场面而已 实际上预算很少 所以预算不够要学王精的分镜 这里就是全剧预算最高的地方 只如果给歌神加了个爱情buff 浩南被打败了 然后歌神放浩南一马 歌神计划通 浩南因为讲义气 跑来给华仔解毒 不欠歌神人情 这个时候大雄的成长线开启了 其实这个剧是机器猫的内核 大雄每次拿到了机器猫的道具 最后发现这些不是自己的能力 而是依靠道具作弊 不是出问题被惩罚 就是自己主动放弃 一直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本剧也是 采尼发现大雄是靠作弊赢到考试 开始嫌弃大雄 在采尼看来 作弊才是没出息的 大雄依靠飞龙特警的能力 也是一种作弊 大雄开始自己反思 这个时候大雄已经是全校的风云人物了 到底是虚荣重要 还是采尼的认可重要 我们两个要决定下个月结婚 这是汉叔要娶范乙 大雄的妈当老婆 这条线一开始就破了 大雄要改姓 并且要按字排备取名字 考古家就是按字排的 每一辈都有特定的字 类似抖音社 大雄直接升级成铁熊了 致敬阿基拉的铁熊 这下完了 他就是浩南他们要抓的 于铁熊法官 与此同时 吉安也把情报交给了 刚从未来越狱的将军 一场大战开始了 将军占领了学校 绑架了采尼 人手不够 飞龙特警就用 未来超级电脑芯片 强化了小招还有范乙 但是由于大雄勇气不够 没有办法激发威力 这段大雄找到自我 蜕变成铁熊的戏 排的是非常走心的 而多拉A梦里 大雄也是真的到了危机关头 可以为了机器猫伙伴们勇敢一把 这也是废物祖世界到现在 也都非常有魅力的原因 因为他是比我们还要懦弱 很多很多的人 但是也是我们自己 每个人希望的那样 危机关头 敢于站出来的人 绝对不松 接着决战戏开始 我们看到了仅次于成龙的春丽的Cos 狮子 我们那个年代是这么叫的 中国妞啊 小白小红什么的 铁熊也完成进化 直接站立比别人高级好几个档次 这里吴君如的梗是 《家有喜事》里吴君如Cos 过悟空 也是没人能超越的经典Cos 打得也是很精彩的 可以刷原片吗 到了影片结束 盛世美颜的阿诚来了 带来了新任务 本来以为还有续集的 这和杰戈那版 《盗大都来找我》 同样让人一难评 本片的王导 真的抓住了日漫的精髓了 大师的故事精髓 预言式的正能量满满的 仅实预言故事 用科幻喜剧包装 同时把日漫的夸张搞笑 游戏的酷炫 演员的独一无二 都很好地融进来 还是那个话题 没有我们的西游戏成龙的电影 就不会有七龙珠 没有我们的功夫电影 日漫80%的动作 招式 火影能的什么狮子连弹 什么的就不会有 更可怕的是 也就没有银魂呀 所以这种相互借鉴 不应该被禁止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创作的东西 是极大乘之作 我们现在还处在 抄都没抄好的阶段 所以别整天说什么 原创抄袭 真的还差好大一节呢 举个例子 这部剧随便一个镜头 就很见功底 比如这里搞笑的花仔 和歌神恶到吃鞋 这其实是致敬 卓贝林的电影里面 吃鞋的梗 有些经典的东西 成为经典 是因为它永不过时 只是看如何 就会有些经典的梗